我先说一下 为什么想到做这期节目 是因为有学生问过我 就是中国有什么比较好的综艺 比较受欢迎的很多人看的综艺 因为他觉得这个能帮助他学中文 能练习他的听力 他自己也有看一些综艺 哈喽大家好 我们是 神奇的女孩 欢迎收听我们的播客 今天我们聊什么呢 今天我们聊有关于综艺 中国的综艺 综艺呢 综艺就是 它是一种电视节目 但是它不是电视剧 像Netflix那个电视剧 它也不是电影 电影 它是呢 就是你看的 你笑 你觉得很好玩 很好玩的节目 就是大家很多人在一起玩游戏 玩游戏 综艺节目 这个我就要说一下 就是综艺其实不仅就是是一种电视节目 但是它的形式有很多种 就是不仅是让大家很开心的 也有很多不一样的就是有很多类型 我们就先说一下有哪些类型好了 然后可以说来看一看就是每个类型里面有哪些节目我们看过的 我们喜欢的 还有不同的类型呢 对对 有什么类型 综艺有哪些类型 最 Ember刚刚说的应该是最传统的 就是很早的那种综艺 比如说什么 快乐大阪营 天天好心情 呀 所有的出来了 还有 还有 那个周末七天乐 国庆七天乐 中国没有七天 走了 中国七天乐 国庆七天乐 过年七天乐 对对对 暴露年龄了 别人知道中国这个节目 我能不能说曲愿杂谈呀 Ember说我不知道曲愿杂谈 没听过 我太小了 对我也太小了 没看过这个节目 曲愿杂谈什么 不知道 得了你看一看就知道 整个妆 没看过 没看过 哎呀Ember感觉像站在阳台上 也好 站在阳台上 我坐下 家阳台好大哦 还紧房 对啊 哎呀 钱太多了 也没地方花 就买两个房子吧 我也要去 刚刚说什么来着 说这个传统的综艺节目 比如说 大本营 国庆七天乐 就是很多人在一起玩游戏 然后大家很开心的这种 然后还有 还有真人秀 就是这什么叫真人秀呢 就是很多 应该是 不是很有名的人 不是名人 来参加的一些节目 就是 现在名人也参加呀 啊 所以就真人秀 包括名人参加的 还有 素人很少啊 其实 哦 那比如说 什么 很多啊 在最近 我经常看那个 再见爱人 都是明星的 夫妻 都是大家认识的一些人 他们来参加 因为我 我看那些真人秀的话 我就比较喜欢看 那些名人 就是我认识的人 我觉得哎 有意思 就是你对他们有兴趣 对 嗯 哎 这个我想到就是 这个 真人秀 就是再见爱人 这个 他其实 他也算一个 恋宗 就是现在 挺有名的 叫恋宗 就是恋爱的宗 就是有关 对 有关恋爱的宗 嗯 对 而且他是 他是那种 观察类的 观察类的恋宗 就是 除了有真人 有这个恋人 在那参加这个活动 然后还有一个房间里面 会有几个人 就像我们这样 就是边看他们 然后边讨论 哎 他们就是 他们为什么这样做 然后他们会怎么样 然后他们做这个行为 是怎么想的 就是对他们的这个恋爱关系 会有一些讨论 所以我 哦 Amber你看过 这个综艺是吧 看过 看过 对 他还蛮火的 但是我没有看过 我只是知道 就是很多人对他 评价很好 不仅仅是因为这个节目 里面的 参加节目的人 还有就是那个观察室里面的人 好像就是 他们的评论 他们的点评特别好 就是有水平 因为我 他 你总共有三季 好像第一季 第二季 第三季 然后呢 我都看了 第一季 第二季 今天这个第三季 现在有一个最新的是第三季 然后他那个观察室里面 就是 那个房间里面 在看他们的那个那些人 观察室里的人 有一个人 我很喜欢 就是沈 沈亦肥老师 哦 对 就是那个我和詹仑 我们经常听他的课 他是一个 就是对解决这些感情问题呀 很厉害 我觉得他的 说的那些东西 可以让我也学到很多 就是你通过看别人的生活 然后呢 你可以自己学到很多 嗯 所以还是有帮助的 我觉得这个节目 不应该叫再见爱人 应该叫 不说再见爱人 就是感觉他更像就是挽回 看怎么样能挽回一段感情 对吧 再见呢 有两个 再次见到 对 也有这个 哦 这个是已经离婚的 或者要离婚的 要分开的那个人 他说啊 我们再次再见一面 然后再好好相处一下 哦 嗯 这样子 有两个结果 一个就是呢 我们再见到 另一个就是再见 拜拜 嗯 所以他这个再见爱人 不是拜拜的再见 而是说我们再见到 哈喽的再见 对不一定 有的可能是哈喽 这个再次见到 有的可能是拜拜的 那个再见 因为结果不一定 小兔也有看吗 没有 我最近在追快乐再出发 没听过 没听过 我最近全都是看这种恋爱综艺 这个恋爱综艺 还有那个 那个叫叫什么 夫妻的那个叫什么呢 一对夫妻叫 妻子的浪漫旅行 妻子的浪漫旅行 也是一对夫妻 都是明星夫妻 他们一起去旅游 这个我也每一季都在看 然后呢 你居然不知道快乐再出发 这么火 你知道 豆瓣评分9.7 9.6 哎 知道 知道 是什么 0713 就是快乐男生 知道吗 07年那些快乐男生 就是陈楚生 苏醒 然后什么 张元 陆虎 王正亮 还有王月鑫他们 说一下 就是快乐男生 也是一个综艺 就是很多人 选秀 选秀 选秀就是 17年 学秀就是很多人参加比赛 然后选出第一名第二名第三名 冠军亚军 冠军 歌手 唱歌的 唱歌比赛 快乐男生 还有个快乐女生 然后他们是 因为是07年嘛 有13强 全国13强 然后他们叫0713 但是他们刚才说的那六个人 他们又有一个新的组合的名字叫再就业男团 在就业 为什么是在就业 对 因为他们这几年都不太红 就是很糊嘛 就没有受到大众的关注 然后去年 去年四月份他们参与了一期叫 欢迎来到蘑菇屋 就向往的生活 你们知道吗 知道 这个组合 然后就是那个蘑菇屋 然后他们去做了一个 就是活动嘛 做了两期这个节目 然后就一下就翻红了 大家就觉得特别好玩 就因为他们就是从07年到现在 大概有156年的时间 然后他们这个兄弟之间的这种情谊 比较深厚 然后他们在一起的那种化学反应 就非常的愉快 大家看了很舒心 就是所谓的像 其实这也叫真人秀 但是他们就比较真 然后 然后就是 因为太好玩了 所以网友就呼吁他们开团宗 于是他们六个人就 开了一个团宗 叫快乐再出发 然后一下评论 小兔慢一点 小兔慢一点 你里面太多词要解释了 就是从前面说什么 哎呦我都忘了 前面说什么 我就想 翻红 什么叫翻 对翻红 再次受到大家的关注 说一个人很红呢 就是他啊 很多很多人都知道 他我很喜欢他 有很多粉丝 红 然后呢翻红 就是他不红了 哎现在又变成红了 对翻红 OK 这个词我都没听过耶 啊你没听过吗 没有啊没有啊 那就说明你 啊对 但是看来他他开红的还不够 你俩都不知道 哈哈哈哈 你说翻红这个词 啊啊啊啊 然后来这个快乐再出发 这个 还有 还有好多词 团宗 团宗这个词要解释一下 就他们有六个人 嗯 六个人 然后他们是一个整体 啊啊 比如说 然后韩国有很多男团 男团 对 女团 是韩国的女团 什么 哪个 哪个女团 Blackpink 哦 不知道吗 不知道 不知道 韩国综艺没太看 就是他们组合叫再就业 就因为他们之前没有 没有工作 就是开玩笑就工作少 啊 然后他们几个叫再 再次工作 叫再就业 对 再就业就是再找到工作了 再就业男团 然后他们的豆瓣 豆瓣评分 豆瓣解释一下吧 一个论坛 是吧 中国很火的 啊跟我觉得豆瓣 跟国外的reddit 差不多 对对对 中国的豆瓣 然后评分是9.6 9.6分 就非常高 然后就是于是就有了第二季 第二季上周刚结束 就是这个第二季评分 也好像是9.4 9.5这样子 但是我不知道是吗 很搞笑 他们相当 因为他们是歌手 就在这个过程中 就是看的一是搞笑 他们每个人都很有幽默感 嗯 嗯 然后另外就第二点 就是看到他们是 就是彼此之间的那种情意 嗯 也很有 对感情 嗯 很好 我们忘了要解释 情意 因为他说情意 对前面说情意 我就想嗯 这个有 感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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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大家关系好 我们上次就有很深很深的情意 对不对 感情很好 嗯 他们有15年的 现在16年了 16年的情意 对 多重复这个词 情意 然后就是他们的音乐 就是他们 就是都是歌手 都是唱歌的 啊 他们就是在整个路 他这个团宗就很 怎么说 就音乐属性 啊 就音乐还挺多的 他们随时随地 你就能感觉到他们那种 叫freestyle 就张口就来的这种 然后就是非常好听 真的 他们唱歌非常好听 然后 你不是会收 你怎么还不收啊 就是向你们安利 向你们推荐这个团宗 超级好玩 嗯 你知道了 再说一遍 这个团宗的名字叫 再就业男团 再就业男团 卡住了吗 团 是 对 这个男团的名字叫 再就业男团 但是这个团宗的名字叫 快乐再出发 对 南年大团 快乐再出发 嗯 非常快乐 小特别你们推荐 推荐 对 非常好看 最近非常火 评分非常高 那你觉得 你觉得他为什么 就是为什么这么火 为什么 你评分这么高 就为什么这么多人喜欢 因为 对吧 嗯 就是因为刚才你说的真人秀 其实很多的时候是有剧本 剧本呢 就是看电视剧 你要写那个 写啊 我们这个集要演什么 写下来 然后 对 就是你知道你 就是包括人 每个人说的话 有可能事先都商量好的 啊 真的是吗 就不够真 就有点假 哦 虽然他叫真人秀 但有可能就有点假 然后每个人之间 就比如说 我们俩参加这个节目的话 咱们俩其实关系不好 但是呢 我会装作 因为有剧本 可能会装作 我们俩很好的样子 装作你们 我们有很深的情 对 然后就 但是 这个是骗不了人的 这种人与人之间 这种交流 这种 感觉是骗不了人的 所以就是很多 这样真人秀的节目 评分就没那么高 但是他们 就都是真的 真感情 骗了你 对 是真感情 而且他们就是没有偶像包袱 什么叫偶像包袱 对 偶像包袱 就是 那个包袱呢 就是一个很重的东西背着 如果偶像包袱呢 就是觉得 啊 我是大家的偶像 我要很帅 我要很漂亮 我是爱豆 对 我是爱豆 我要很多人喜欢我 所以他觉得我不能丑 我不能搞笑 对 所以他就有这个东西压着他 他们觉得我不能做自己 OK 但是把这个包袱扔了 就是没有偶像包袱 所以他们就是特别放得开 然后互相 呃 就是 就聊天 互相拆台 然后互相把大家的黑历史 就是 就是那种 什么叫黑历史啊 你刚刚应该解释互相 应该解释拆台 拆台啊 一个人拆台 互相呢 就是 互相帮助 就是我帮你 你帮我 互相 互相喜欢 就是我喜欢你 你也喜欢我 互相 两个人 然后呢 拆台呢 就是这个人说 这个东西很好 我说不好不好 对 有点类似 对 比如Jana说 他以前很厉害 然后小兔说 啊 你以前不厉害了 你以前 他说谎 对 就是给他拆台 对 是 这叫拆台 然后就是 而且他们之间的这种 关系 因为是很真嘛 然后互相拆台 又不会生气 然后每个人又很幽默 所以在这个过程中 你能感受到他们的快乐 就他们自己本身就是快乐的 优惑 对 对 是很好笑 他们自己本身是快乐的 然后他自己快乐 带给观众就是快乐 然后同时因为他们每个人都很热爱音乐 就是在这个过程中 就大家 就他们那个爱音乐不是假的 不是装出来的爱音乐 是你真的能够感受到他们就是喜欢 然后你也会不由自主的去喜欢 这个音乐 然后而且他们每个人的 就是 首先唱歌好听 然后其次他们的这个 我想说业务能力 就是能力 就很强 所以就是你能看 就是你 就可以相信他们这个唱歌的这个水平很高 受到了就是很多人的好评 因为他们够真 小兔成功的成功的安利我了 他说这个东西很好 我相信了我也要去看 这个都安利了 就是先从那个蘑菇屋 欢迎来到蘑菇屋看起 就是一步一步来就很好玩 好的 所以小兔给我们安利了两个综艺节目 对 欢迎来到蘑菇屋 第二个 快乐再出发 第一季 第二季 有两季 我给大家安利一个综艺节目 我给大家安利两个综艺节目 第一个综艺节目叫再见爱人 第二个综艺节目叫 妻子的浪漫旅行 这两个综艺节目都是关于恋爱的综艺 恋爱 男朋友 女朋友 恋爱的综艺 但是我也想听听Ember 就是你怎么安利 就是你再安利一下 就是为什么你觉得他好看 或者你觉得通过这个 就是看这个两个综艺 然后你觉得学到什么 或者你觉得哪里好 我觉得我看这个综艺呢 为什么你们不看 因为我我看呢 因为我自己很想有很好的恋爱 所以呢 我很喜欢看别人有很甜的恋爱 很甜的恋爱 很好的 我觉得如果他有 我觉得我以后也会有 然后呢 我觉得这个也谈恋爱 这个也是要学习的 就是从看他们的 因为他们在一起的时候有很甜的 如果他们在一起很好 我就觉得我也可以很好 如果他们有不好的 我就看一下 啊原来他们也有不好的 所以以后我 如果我有不好的 我觉得没关系 因为每个人都是这样 如果我没有看他们的 我觉得为什么大家都很好 为什么就我不好 可能我会有这个感觉 然后呢 所以我看他们的时候 我觉得啊 可能有的人说 为什么这个男生这么好 但是这个女生还是很喜欢他 然后我觉得 所以不要听别人怎么说 让你自己觉得 他你喜不喜欢他 你喜欢他什么 然后有的时候 可能我们看电视的时候 我们看他们的电视的时候 我们都看到他不好的地方 但是呢 他有不好的地方 他就一定有很好的地方 所以就觉得我们也不能只看他不好的地方 所以有的时候要换一下 换一个想法 就想啊 他这个不好 但是呢 他也有很好的地方 所以我就觉得 边看这个我就边想 如果以后我谈恋爱的时候 我要怎么想 怎么可以让我们更好 啊 我知道了 所以就是 因为Ember自己现在没有恋爱 所以他在看别人恋爱 但我觉得这个点也很好 因为我们一直说要 有恋爱的经验 你才知道怎么是好的 就是怎么能让你的这个恋爱关系 会更好 但是我们没有真正的有一个人 跟我们恋爱的时候 我们可以看别人恋爱 也可以去 学习经验 我觉得就是因为我自己很想 很想恋爱 所以我就很想看这样的综艺 因为我最近看综艺 除了以前看了一个程序员的综艺 程序员就是Titan啊 程序员的综艺 然后就看这个综艺 我也想到 其实我也看恋爱的综艺 我最近在看了一个 我也爱了一个一本 叫半熟恋人 不知道你们听过没有 没有 半熟恋人 他为什么叫半熟恋人呢 半熟就是熟了一半 熟是什么意思 熟就是成熟 比如说人成熟 嗯 那个他为什么叫半熟 半熟恋人呢 因为参加这个节目的人 他是素人就是普通人 不是明星 然后都是三十多岁的 三十岁到四十岁的 基本上是 四十岁到四十岁的 所以叫半熟 因为他还他还没有没有老 没有我不能说多少岁是老的 他是他是刚刚刚成熟 如果说是二十多岁 二十岁到三十岁 那他还很年轻 还不成熟 但是对三十多岁是刚刚成熟的时候 所以他这个名字叫半熟恋人 为什么看这个呢 虽然虽然我还没 我虽然我还没到半熟的年纪 但是我觉得我也要提前先学习一下经验 因为我觉得我要到半熟的年纪 就是三十多岁的时候 可能才会 不是才会恋爱啊 才会 我想拆台 还没到三十多岁 对呀 我才十六岁 我还有十几年 然后这个综艺 这个恋宗为什么特别呢 因为其实恋爱的综艺有很多 你像再见爱人 他是比较特殊的 因为他是已经离婚的 或者准备离婚的人 他们一起做的 然后半熟恋人 因为他是三十多岁的人 他们的这个恋爱的过程 因为在中国的话 在国外可能三十多岁恋爱结婚很正常 但是在中国 大家会觉得三十多岁还没有结婚 这个不正常 觉得三十多岁太晚了 二十多岁就应该结婚了 所以其实三十多岁 他们去恋爱 第一是会有很多压力 第二的话是 他们会考虑很多 就是想很多 不会说 我喜欢这个人 我就跟他在一起 可能会想 我们能不能真的结婚 我们结婚了 会有什么困难 我们能不能一直走下去 就是一辈子在一起 会想很多 考虑很多 但是我看了这个节目 我觉得 他们虽然是三十多岁 面临就是会有很多压力 但是其实他们还是很勇敢的 就是很勇敢去行动 而不是觉得会考虑很多 或者因为我之前受过伤 我之前的恋爱经历不好 我就不去恋爱了 我就不去往前走一步 他们还是很勇敢 还是愿意去追求自己喜欢的人 去追求幸福 觉得这个就是给我们的一个鼓励 鼓励加油 我们也可以 对 所以要看 我给你们安利 伴熟恋人 我们现在是缺什么补什么吗 是的 我觉得也是 你想要什么 想要什么 就去干什么 就去学 让那个初级的人 中级的人 他们尽量能听懂 我要做好这个工作 我要做好这个框架的工作 就是如果有人 如果小兔要跑出去 我就把它拉回来 我往哪儿跑 你可不知道 飞都能飞起来 哎呀 好厉害 嗯 好的可以 这个光 来 我们好久没有 我们好久没有说过了 再来一次 哈喽大家好 我们是 The Wonder Girls 嗯 神奇的女孩 神奇的女孩 欢迎收听我们的播客 对 我们听个 什么 你们三个人是三天的女孩 对 神奇的女孩 你不能进来啊 你真是很